第四十七章,角同第十,二,金陵台百家清潭城会之妻,转眼极致,各大世家的仙府,大多都是建立在山清水秀之地,而兰陵金市的金陵台,却是坐落在兰陵城最繁华之处,与登台拜访,正图是一条长达二里的长坡年道,旨在开宴,举办清潭会等大场合开放,依兰陵金市贵矩,此道不允许即行,年道两斋会满了才华浮雕。 皆是金家历代家主和明氏的生平佳绩,旗舰会有驾车的兰陵金市门生讲解一二,其中,本代家主金光瑶镇有最醒目的四伏,分别是传逆,扶杀,结义,恩威。内容自然是摄日之争中,金光瑶卧底其山温是传递情报,暗杀温时家主温若寒,三尊结义家画,以及金光瑶都为先都后,推行先都令的四景。 画师颇能把握人之神愿,乍看之惊不齐,然而细细观看,却能发现,隐蔽上金光瑶的人像,即便是在背后刺杀,脸沾咸血之时,依旧眉眼弯弯,带住三分温柔和款款笑意,令人头皮微微发麻。 紧接住金光瑶的便是金字轩的壁画。通常,家主为了抢调绝对权威,都会刻意减少凭被明示的壁画数量,或者换一位记忆烧字的画师,使自己不被压一头,对这种行为大家都心照不宣,表示能理解。 然而金字轩也占有四福,竟欲身为家主的金光瑶平起平坐。 画中的俊美男子神采奕奕,傲气娇人,魏无羡下了车,驻足在前,看了一阵,蓝忘机也停了下来,静静等他。 不远处有门声道,姑苏蓝氏,请此处入场。蓝忘机道,走吧。 魏无羡末月时吗,与他同行。 抚登金灵台,便是一片铺住戏满地面的宽阔广场,来来往往满是行人。 蓝灵金市这些年来怕是又扩建翻新了不少次,此等铺张,比当年魏无羡所现更甚。 广场远处,酒精如意踏跌层层,托起一尊汉白玉须米坐,一座重岩西山顶汉殿气势辉弘的俯瞰下方,金星雪浪俱成一片花海。 金星雪浪正是蓝灵金市家蚊上的花灰,本是一种品像极佳的白牡丹,花妙,宁业妙。 花瓣有双层,万一层大花瓣,层层叠叠,如雪浪翻覆,那一层小花瓣,纤细秀丽,抽住缕缕金丝花蕊,似金星灿灿。 一朵便富丽无双,万千朵滋滋怒放,那般壮美景象,又岂是言语所能赞叹。 广场前分有朔条大道,不断有家族入场,井然有序,有条不稳,莫灵苏氏,请此处入场。 清河念氏,请此处入场,云梦江氏,请此处入场。 江城一露面便放出两道锐利的眼道,走过来不冷不热地道,则无君,寒光君。 蓝锡尘也害手道,江宗主,二人都心不在焉,敷衍几句,江城道,过往可没在金灵台的清坛会上献过寒光君。 这次怎么有兴趣来了?蓝锡尘和蓝忘机都不乐话,好在江城原本也不是真心要问这个问题。 目光已转向了魏无羡,用一众仿佛随时能喷出一柄飞剑钉死他的口气,道,二人过往外访不是从不带闲杂人等吗? 这次怎么回事,破天荒啊,这是哪位名士大能,可否为江某隐线一二? 这时,一个笑吟吟的声音道,二哥,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,忘机也要来。 金灵台的主人,脸方尊金光尧亲自迎出来了。 蓝锡尘向他抱以微笑,蓝忘机遇知相互汗手势力,为无限则细细打住这位同龄百家的仙度。 金光尧长住一张很占便宜的脸,肤色白皙,眉心一点单沙,眼珠黑白分明,灵活而不轻浮,面相很是前景伶俐,七分俊秀,三分击眠,嘴角眉梢总是入代微微的笑意,一看就是个灵巧乖绝的人物。 这样一张脸,跑女人欢心绝对足够,却又不会让男人产生反感和警惕,年长者觉得他可爱,年幼者又会觉得他可亲就算不喜欢,也不会讨厌,所以月很占便宜。 虽月各自是小了点,但胜在气度从容,头戴软沙罗乌帽,身穿蓝绫金式礼服,圆领袍山的胸口上,是一朵怒放的金星雪浪嘉辉,配酒环带,珠六和靴,右手往腰间的配件上,那么沉沉的一压,惊讶出了一股不容侵犯的威势。 金灵是跟在金光瑶身后意气出来的,他环是不敢善读献江城,躲在金光瑶身后哼哼地道,舅舅,江城立声道,你还知道叫我舅舅。 金灵连忙扯金光瑶衣服后摆,金光瑶这个人仿佛天生就是为化解干戈而生的,道,哎呀,江宗主,阿灵早就知道错了,这些天怕你罚他怕的都吃不下饭,小孩子顽皮,你最疼他的,不要跟他计绝吗? 金灵忙道,对对对,小叔叔作证,我这几天胃口都不好。 江城道,胃口不好,气色这么好,怕是也莫少吃几顿。 金灵环耀乐化,一眼瞥现蓝望鸡身后的魏无羡,瞬间恶然,脱口而出,你怎么来了?魏无羡道,来蹭饭。 金灵微韵道,你竟然缓赶来,我不是静。 金光瑶揉了揉金灵的头,把他揉到身后,笑道,好啊,来了便是客。 金灵台别的不敢越多,饭是一定够吃的。 他对蓝西辰道,二哥,你们先坐,我去那边看看。 顺便叫人几望机安排一下。 蓝西辰点头道,不必太麻烦。 金光瑶道,这怎么叫麻烦? 二哥到我这里还居住什么? 真是。 只要是献过一面的人,金光瑶都能记住对方的笑貌,名字,年龄和称号,隔多少年在线也能立刻准确无误地叫出来,并且很热络地迎上去嘘寒问暖。 若是献过两次面以上,他就会记住对方的所有喜好欲不喜,事无巨细,投其所好,彼其所悟。 这次因为蓝望机突然上来金灵台,金光瑶原本并没有专门为他准备捉席,现在立即去置办了。 若斗言听之后,眼显红软弹诗诗然而行,两摘的檀木小恩边,都是立住点脆配还的美貌侍女,皆是微笑大方的体,胸口饱满,腰肢盈盈不堪一握,连身材都相近,乔来美观而和谐。 魏无羡献了貌美女子,便总也忍不住要多看两眼,落座之后,在那侍女针灸时冲她勾了勾嘴,道,多谢。 谁知,那女子似是受了惊吓,亏她一眼,却又连连扑解目光闪躲。 魏无羡献是略诀奇怪,玄机了然,随眼一丧四周,果然诡异的目光不止这一道,几乎过半的蓝灵金是门声,看她时神色都不太对劲。 她倒一时忘了,这里是金灵台,莫玄宇就是在这里骚扰同门,然后被赶出去的。 谁能料得她环赶大摇大摆田不知耻地回来,而且环跟住姑苏的蓝氏双臂,混了各上等习呢。 魏无羡往一旁的蓝忘机那边凑了凑,笛声道,韩光君,蓝忘机道,何事? 魏无羡道,你可不能离开我。 这里应该有不少人认知莫玄宇,不然待会你要是有谁要跟我叙叙旧,我就只能继续胡跃八道装风卖傻了。 万一到时候丢了你的脸,可别陷怪。 蓝忘机看她一眼,但声道,只需你不主动招惹旁人。 这时,金光瑶协助一名身住画幅的女子一字款不如垫。 这女子行之虽端庄,神色中却带着一股天真浪漫之感,秀美自容里也略显之气。 正是金光瑶的正式夫人,金灵台的女主人秦素。 多年以来,这二人都是玄门百家之中恩爱夫妻的代表,举暗姿美,相敬如宾。 众所周知,秦素出身蓝灵金氏的父主家族月灵秦氏,而月灵秦氏家主秦苍叶,是追随金光善多年的老部下。 虽月金光瑶是金光善之子,但因他母亲出身,二人原本是多少有些不登对的。 但当年摄日之争中,秦素蒙金光瑶所救,对其倾心,始终不离不弃,执意驾驭她,终勿落成一段良愿佳话。 而金光瑶也莫有辜负她,虽身居仙都之药位,作讽于其父当年却有天壤之别,从不纳且,更不曾与任何别的女子有染半分。 这一点让不少宗主夫人注视羡慕。 此刻,魏无羡看金光瑶一路牵住夫人的手,神色举止皆是十二分的温柔体,贴,似乎还带心她走路不小心碰了御阶,心到果真不假。 二人落座首席之后,宴会便正式开始了。 坐在他们下手的便是昂首挺胸的金铃,目光扫得魏无羡那边,等他不知。 魏无羡向来是被围观惯了的,全程若无其事,宫愁交错间,该吃吃,该喝喝,顺便听窦言厅中赞声一片,形势大好。 燕碧已是晚见,清谈会第二日才正式开始,众人三三两两离开窦言厅,门生们为诸位家主和明修指引了客居。 因蓝西尘桥上去有些心事重重,金光瑶似乎想问他怎么回事,然而他刚走过来,开口悦了一句二哥,一人便横冲过来,撕心裂肺地道,三哥。 金光瑶被他扑得险些倒退,忙一手扶住帽子,道,怀桑怎么了?有话好好悦。 如此不成体统的家主,自然只有清和涅士的一问三不知了,而喝醉了的一问三不知,更不成体统。 聂怀桑满脸通红,抓住他不放,道,三哥啊,我该怎么办?你能不能再帮我一次? 我保,正这是最后一次了。 金光瑶道,上次那时我不是已经找几个人帮你解决了吗? 聂怀桑大哭道,上次的事解决了,这次还有心的事,三哥,我该怎么办啊?我不想活了。 看他一时扮回你越不清楚的样子,金光瑶指得道,阿素,你先回去吧。 怀桑过去我们找个地方做住院,你别急。 他扶住聂怀桑往外走,途中蓝西沉过去看个究竟,也被喝运了头的聂怀桑一把拽住。 秦素向蓝望鸡施了一礼,道, 韩光君,你好像很多年莫来过蓝铃身家金坛会了,这次若有招待不周之处,还望限量。 他嗓音软糯,实在是个娇人心生恋爱的美人,蓝望鸡汉首十一回礼。 秦素的目光又落到魏无羡身上,犹豫片刻,小声道,那我失陪了,便欲试你一起退下了。 魏无羡疑惑道,这金铃台上每一个人,看我的眼神都好怪啊,莫玄宇到底干了什么。 发浪当众示爱,这有什么了不起的,蓝铃金氏的人真是莫限制。 蓝望鸡听他胡跃八道,摇了摇头。 魏无羡道,我去找人探个话,韩光君你帮我盯一下江城。 他不来找我是最好,万一来了,你帮我挡一下。 蓝望鸡道,别走远。 魏无羡道,行。 走远了就晚上房里线,他目光在窦眼厅内外一阵搜索,定位线道要找的人,心悦奇怪。 离开蓝望鸡后,一路找,路过一座亭子时,一旁花铺的假山石里,忽然冒出一个人,道,喂。 魏无羡心悦,哈,找到了。 他转过身,悠悠地道,为什么喂,这么莫礼貌,上次咱们分开的时候,不是还津津热热的吗? 这次泄灭又这样绝情,我伤心了。 金鸣起了一身鸡皮疙瘩,道,快住口,谁跟你亲亲热热了? 我不是老早就警告过你不许再纠缠我们家的人了吗? 你怎么又回来了? 魏无羡道,天地良心,我一直跪跪举举跟住韩光君,我就差让他拿根绳子,把我绑他身上了。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纠缠你家的人,纠缠你舅舅,明明是他在纠缠我好不好。 金鸣大怒,你走开,我舅舅那是怀疑你,你少胡越八道,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怀是贼心不死,想对。 这时,四面转来几声呼喝,花园里忽然又跃出七八个,身穿蓝绫金式家袍的少年,金鸣杀住了话头。 这七八人缓缓向他们围继,未守的是个和金鸣差不多年纪,身材却壮实了一圈的少年,道,我怀疑魏无羡看错了,原来真是他。 魏无羡指了指自己,我,那少年道,不是你还能有谁,莫玄宇,你居然怀有脸回来。 金鸣皱眉,道,金铲你过来干什么,这里莫你的事。 魏无羡心道,哦,大概是和金鸣一辈的哪个小朋友,而且看样子。 是和金鸣不太对付的一帮小朋友。 金鸣道,勿我的事挪到有你的事了,你管我想干什么? 玉柱却已有三四个少年上来,似乎要去担住魏无羡,金鸣一个错步,挡在魏无羡身前,道,别乱来。 金鸣道,什么叫乱来,我教训教训我们家一个不知检点的门生怎么了? 金鸣哼道,醒醒,他早就被扫得出门了,根本不是咱们家的门生。 金鸣道,那又怎么样?这句那又怎么样可谓是理直气壮,听得魏无羡称目结舌。 金鸣道,怎么样?你忘了他今天是跟谁来的吗?你要教训他,敢不敢先去问问韩光君。 韩光君一出,众少年面色滋滋饭畜。 就算是蓝忘机不在场,也默认敢叫萧月,我才不怕韩光君怎么样怎么样呢? 变了半伤,金鸣道,呵,金鸣,你以前不也是很讨厌他的吗?怎么今天忽然变脸了? 金鸣道,你哪来这么多废话,我讨不讨厌他跟你有什么关系? 金鸣道,这人不知廉耻纠缠脸方尊,你还及他乐化。 魏无羡当场便犹如被一道苍蕾灌体。 纠缠,谁?脸方尊,脸方尊,谁?金光瑶。 万万莫想到,莫玄与骚扰纠缠的那个人,就是脸方尊金光瑶啊。 他这头还莫还过神,那头金鸣与金鸣你来吾王几句,却不知怎么的就要打起来了。 双方原本就彼此看不惯,眼下一点就着。 金鸣道,要打便打,怕你们吗? 一名少年道,来啊,反正打起来他也只会叫一条狗来帮忙。 金鸣正要吹哨子,听了这一句,却生生咬住了牙,吼道,老子不叫仙子来,照样能徒手把你们打趴下。